随着2022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 日益临近 人们愈发关注网球界大咖们的动向 由于费德勒被吸伤困扰 铁定无法参赛 因此人们的注意力 就转移到纳达尔和德约克维奇的身上 可是纳德两位巨头也纷纷爆出坏消息 让人们对本届澳网的含金量忧心忡忡 由于纳达尔日前自曝感染新冠 目前已经处于自我隔离的阶段 何时恢复还无法预判 此外 纳达尔人计划在参加奥网之前还参加在墨尔本德一战250积分赛 但介于当前的身体情况 他近几天是很难在户外训练 因此即便他赶上下月初的墨尔本赛 竞技状态肯定会大打折扣 这对他为奥网热身没有任何帮助 与此同时 德约克维奇也没有披露自己是否会参加奥网 他之所以迟迟不肯公布 还是因为他抗拒打疫苗 而奥网组委会和当地政府都下令参赛选手必须打疫苗 否则就无法参赛 虽然在半个月前 奥网公布了一份参赛选手名单 但那个名单是按照运动员的世界排名自动生成的 并不意味着德约克维奇已经报名参赛 正式的最终确定名单将在12月28日公布 考虑到纳达尔和德约克维奇双双 被各种各样的问题困扰 能否出征奥网还是未知数 因此正在养伤阶段的费德勒 无疑会放松了不少 要知道三巨头中 只有费德勒已被认为是失去争夺大满贯的可能 而德约克维奇和纳达尔都有可能拿下更多的大满贯 费德勒也清楚 大满贯数量是衡量选手历史地位的最重要指标 他肯定不希望德纳二人拿下21个或更多的大满贯 如今德约和纳达尔都处于比较困难的阶段 参部参加奥网都是悬而未决的状态 因此三巨头暂时仍然处于同一起跑线 第21贯很可能要等到法网才能诞生 第2贯很可能要等到法网才能诞生